Twice Momo和那莲于6月21日透过维利物实施了现场直播 Momo虽然没露脸只是声音参加 但是透过刘燕兰享受了和粉丝们的交流 现场直播中两人经常讨论Momo被别人看错的事情 因为此前在前往音乐节目音乐银行时 粉丝们误以为Momo是那莲 所以很多时候Momo看起来有些让粉丝脸麻 Momo说你们怎么会不知道我真的要哭了 似乎总是因为被误认为是其他人而感到难过 对于这样的Momo 那莲说没有影响力 Momo的无关 开始煽动Momo 对此 Momo也有些生气的反驳说 我很有影响力 但那莲开玩笑的说 看上去很普通 随后那莲开始极力称赞自己 我很独特的哟 无法反驳的Momo说 那莲欺负了我 说我长得平反 情绪逐渐疯狂 于是那莲说 那不是我的想法 而是Wans的想法 将责任推给了Wans 结果 Momo的愤怒毛头指向了粉丝 并表示 是我 今年不会做被利用了 非常可爱 让人报销不已 对此 你怎么看 欢迎回见